相对于男人的粗犷来说,女人的心思更加细腻和含蓄一些,一些话往往喜欢反着说,让听的人去猜测其中的含义。 有很多话如果你听不懂其中的另外一层含义,就等着他们恼羞成怒吧,作为一个散解人意的男人,才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啊。 下面这句话女人已经炸毛了,男童子切记切记。 一,这是你的决定,如果你的女人说出这样一句话,她往往不是在赞成你的意见,而是将你卷入自己早就已经设定好的圈套里。 而她用这样的办法来测试你,到底是不是不经过她的同意就擅自做决定。 如果你的爱人对你说了这样一句话,男同胞们可千万要想一想,你的决定是否还要继续下去。 二,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,如果你的爱人连这句话都想说出来,你可以想一想,你做的事情很可能已经触犯了她的底线了。 她是在用这样一种看似民主的方式在提醒你,你的行为已经让我感到不舒服了,请立刻停止,否则我不会让你舒服的。 三,亲爱的,今天是什么日子啊? 如果你的妻子提醒了你,那么恭喜你,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节日,你忽略了。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去买礼物,或许还为时不晚。 如果听到这样的话,你还无动于衷,这样不解风情的男人,不是活该贵错版吗? 四,我没事,你走你的吧。 电影里经常说,你人说没关系的时候就是有关系,而说没事的时候那一定就是有事。 如果你理解不了她此刻的心情,真的拔腿就走,她心里肯定感到万分微凉。 一般女生在这个时候都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爱,来检验爱人的真心。 如果你爱她,就多陪她这一会儿吧,保证她会用更多的爱来回报你。 五,水你的便吧。 一旦有人对你说出这样的话,说明你们的关系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了。 她一定是对你的某件事情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,才会说出这句话。 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往往是随便吧,你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和我无关了,我也不想再参与进你的生活。 情侣间一旦面临这样的处境,其实是很危险的。 感谢观看